傳統小吃很多 但是一說出這些國民美食的熱量 你可能很難相信 因為就有營養師分析了 說口味感覺比較清淡的高麗菜水餃 如果來上二十顆的話 算一算恐怕是要一千兩百大卡 不過如果您點的是一份炸的肉丸 包的是瘦肉的話 這個熱量大約只有三百多大卡 奇怪這個高麗菜水餃 怎麼會比肉丸的熱量來說更高呢 一塊來了解 台灣美食白白種高麗菜水餃跟沙薇碼 你認為哪一個熱量會比較高呢 沙薇碼吧 應該是沙薇碼吧 沙薇碼 它的那個配料比較多一點 看似熱量超高的沙薇碼 雖然是麵包夾料 但如果選擇夾烤肉的 不夾醬 熱量還算OK 而很多人以為水煮的水餃 就比較沒負擔 但是關鍵在於它的內餡 包的是絞肉 水餃 湯包這些食品 它是屬於絞肉做出來的東西 那絞肉的話 是市面上的那個絞肉成分 大概有三層是肥肉 所以市面上的話 如果你吃的是絞肉食品的話 有可能就是一個地雷食物 有營養師在臉書 分享常見的國民美食熱量 像是高麗菜水澡 來上二十顆 估算就有一千兩百卡 而其他包括像是炒米粉 滷肉飯 臭豆腐 攝取量也別太多 煎炸或是說一些勾芡的食物 那這些都是一些隱藏裡面 高脂肪的食物 可以經常選擇一些 蒸的 滷的 烤的 這樣的食物的話 烹調方式相對用的油 是比較少的 另外像是肉圓 比起炸的 吃蒸的更健康 營養師就提醒 實際的熱量 依據不同的份量 製作和烹調方式 會有差異 但不論是吃哪種美食 都建議營養均衡 適量即可 最好再加上幾份蔬菜 或是清湯 來增加飽足感 也不怕一不小心 熱量保鏢 華視新聞校園 徐靜一 高雄報導